台北市政府體育局與台灣設計研究院攜手合作 改造台北田徑場 優化民眾運動體驗以及智慧場域基礎環境建置 一步一步往最佳運動場域邁進 迎接2025雙倍世界正年運動會盛事 今天晚上6點我們就會正式重新開放 讓所有市民朋友一起來體驗 全新麵包的台北田徑場 其實台北市民朋友有非常高的運動意識 我們平均規律運動的人口比例37.4% 高於全國平均而且是六度第一 但我們並不以此為滿足 我們其實設定目標 希望在未來我們階段性能夠達到 規律運動人口的比例達到我們至40 這一次我們很高興在台北田徑場 整體修復的過程當中我們和台灣設計研究院 張基義院長算一個團隊一起配合 我們導入設計力 而且帶入很多美感 讓使用者體驗上面有更全新的一個體驗 所以我想這過程當中當然很多的夥伴一起參與 更重要我們也非常感謝中央大力的協助 給予我們經費上面的支持 我們也很希望未來把台北田徑場 跟體育署合作成為一個智慧場館的示範 當然我們非常願意全力來配合中央這邊的計劃 另一方面其實這一次我們在整個 重新設計以及修復的過程當中我們有很多新的亮點 比如說我們大廳通廊的空間設計更符合現代表以及國際的趨勢 第二我們這一次也完全符合不只是國內還有世界田徑總會 標準的400公尺跑道 另一方面我們也全面的加強我們夜間照明 也就是讓晚上不管是訓練的選手或市民朋友來體驗 都可以有更新更全面不一樣的感受 第四我們也全面提升整體的數位化和智慧化 也就是市民朋友或未來來到場館的朋友 透過藍牙都可以隨時獲取相關的資訊 即時的資訊 所以這完全是一個國際級世界級的運動場館 那這個台北田徑場聽說已經有68年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我國小的時候就來這邊比賽過 當時我代表我的學校真的很 來參加跳遠 那時候我們台北市有分北區南區 我是南區的代表 來參加南區的競賽 整個全台北市 當然那一次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雖然沒有拿到獎牌 但是能夠在這樣的場館比賽已經是非常光榮 2022年我們成功的改造了紅館 就是體育館 那延續紅館的改造成功經驗 我們今年有機會到台北體育場來 那結合運動科技跟設計 那採訪署這邊用設計導入各類的創新 所以今天很高興我們有機會結合了台灣最好的設計團隊 不管是用品牌的大宇設計 那或者是配肯做品牌大宇做界面 那最重要還有台達電 智慧科技的智慧照明跟內容的推波 那空間的部分是三秒 這些都是國家代表隊 那我們的目標是讓台北體育場成為全國的典範 因為2025要辦事大運 那怎麼樣讓運動的這個科技跟產業跟設計有更好的結合 那經過一年的這個調研跟跨靈域的合作 那今天終於初步的可以把這個內容呈現給各位 讓全國的市民 甚至未來的所有的運動的選手都來體驗 那最重要他是一個社區的一個體育館 那我們希望未來有更多的市民的朋友跟大眾一起來參與 讓這個體育館的價值能夠創造 那當然能夠帶動未來的產業的發展跟體育的發展 講完現場也視察改善後的各項設施 拿著手機透過藍牙感測技術 就能接收到場館互動資訊與最新動態 每日開閉館時間場內地圖賽事活動 也都可以透過手機得知設計便明 為我國國際級運動賽場樹立結合設計導入 美感體驗與智慧永續的典範 接下來我們會在今年迎來包括全國大專院校田徑比賽 同樣的我們也會迎來全中運 另外還有包括台灣國際田徑賽事 都會在這個全新面貌的田徑場來迎接所有的比賽選手 改造軟硬體設備持續進行 田徑場改造軟硬體設備持續進行 下一階段將針對參與賽事的選手需求 與關賽民眾的體驗進行優化 讓場館成為既能提供民眾運動風氣的訓練場地 也是國內外選手投入賽事時有優質的環境體驗 記者汪俊臺北報導 非常感動感動